协力创新 这是士林通公主殿下提的词 同时也是对中科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的定位 今天滴滴在泰国朱拉隆宫大学附近 要带大家掀秘中科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 一起去看看吧 不不中泰东盟创新港 中泰东盟创新港位于泰国朱拉隆宫大学的创新园区 好有科技感啊 我们王主任介绍哈 这两边的白墙啊 以后会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企业介绍 中泰创新合作重大项目展区 这里是我国首个位于东盟国家的离岸创新孵化示范载体 矿车全部无人驾驶 就是完全是没有人的这个无人驾驶的这种 包括开采包括运输 中国家天文科学研究所呢 共同实现了我们的中泰摇杆小卫星的联合研制 实现了中国制造第一台医疗影像设备落地泰国 中泰东盟创新港聚焦中科院科研人才及技术成果资源 同时发挥中国科学院曼谷创新合作中心 立足泰国辐射东盟的积极作用 这个很照顾哈 物流分波中心 哇哦 医疗技术转区 人工肝脏 首台国产质子治疗示范装置 攻克癌症 医用重离子加速器模型 狂犬疫苗要知道在泰国狂犬病啊可是非常肆虐的 再去看看下一个绿色技术展区 中泰东盟创新港发挥互补优势聚焦合作共赢 为东盟经济社会发展培育更多行动能 利用光伏发电来养鱼既环保又节能 王主任介绍说啊这是目前施灵通公主殿下最关心的一项绿色项目 培育高锡大米让我们在吃饭的同时就好像在吃保健品 注重养生的朋友们应该知道西医可以帮助我们人体防癌抗癌增加抵抗力 现在进入广西自治区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兴展区 这个产品呢是来源于我们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它连结合杆菌都能杀灭 所以它对这个细菌和病毒杀灭效果非常好 最最最最重要的它能吸入肺 因为它是大蒜里面的有效成分 无毒无害和酒精相比没有腐蚀性 然后呢零残留 创新港为入住的团队企业提供技术供需 知识产权政策法规专业人才培育等多种技术转移服务 这堵玻璃墙太神奇了 现在是通电的状态 等一下我们关上电看看 看不到外面了 这个房间很适合我 VIP室 哇塞 别有洞天啊 开启一道玻璃门 我们去看看中泰东盟创新港为初创企业和创业者打造的共享空间 共享吧台 有冰箱 加热的微波炉 饮水器 咖啡机 来看看共享会议室 大屏幕 电源 办公桌椅 麻雀虽小 但五脏俱全 这个房间比较大 可以放六个工位 两人工位 两人使用的office比较小哈 但是冷气用具一应俱全 这边是大唐区域的工位 可以容纳四位的办公室 这边水电WiFi一应俱全 景临朱拉龙公大学楼下吃喝玩乐 什么都有 这个共享空间有一个用户APP 你可以提前预约免费使用共享会议室 大家看完之后有何感想呢 反正呢 我是中国人 我骄傲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 认识泰国 欧苏斯兰